緊急鎮愛聊社區活動中心 在經過一年的重建後 在地方公所民意代表共同努力之下 終於驗收完工 日前也特別舉辦街牌儀式 縣議員縣民謀陳昭玉表示 在今年一年的施工期終於完工啟用 期望社區能夠充分來利用 而未來在設備方面 若有不足的地方也會全力協助 那些施工期間可以去更建議樓 可以多功能的使用 這是地方的福氣 我們以後裡面有欠軟體的設施 我們一定會盡我們的力量 來充實裡面的設備 我們希望這個關懷據點 能夠裡面的五臟俱全 有運動的設施 還有很多的烹飪的設備 可以說是我們現在積極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社區 能夠把充分來利用 縣議員肖志全 陳淑玉議員表示 在各單位共同努力下 終於完工 相信啟用以後 能夠帶給民眾更大的便利性 讓民眾能夠參與社區活動 增進彼此情感 在公所出資 以及縣政府一起努力之下 總計會900多萬 相信新的社區完整以後 能夠帶給我們社區的民眾 更大的福祉 以及方便便利性 我們在地方的這個活動中心 是讓我們地方的這個基民 和村民的 可以說利用活動中心 每一個人來這裡參加 在我們立業所辦的活動 增進大家彼此的那個感情 按照社區居民期盼已久的活動中心 終於完工啟用 相信未來不但能夠帶給長輩 更好的生活環境 議員們也希望社區居民 能夠好好利用活動中心 記者邱平易 集計採訪報導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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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